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都知道 俄羅斯人被稱為戰鬥民族 因為他們的戰鬥力驚人 網上有一條片 一個男人 逃手就把車的車門拆下來 不過在蘇門達立的柏亞恐怖這裡 這裡不是整個印尼的民族 只有柏亞恐怖這裡的人 他們非常有鬥爭心 很有比賽的那種鬥心 我們是會叫做比賽最激烈的民族 就在柏亞恐怖這個地方 天道飛翼 一千六百米 簡直是神話 水也有 而且水的阻力真的很大 地道跑的 我剛才只是想著 不可以跌倒 甚麼都比賽一刀 甚麼都不覺得奇怪 你好 來到這裡 有沒有看到外面的招牌 賽馬場 沒錯 這次我們來到這裡 是要找一個人 他叫做Jeff 聽說他在這裡 是個很厲害的騎士 你好 你好 G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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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想像中的小顆很多 因為我之前有見過 香港的騎士 都比較高大一點 大隻一點才能控制到馬 你做了騎士多少年了 現在計算都有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對 專門賽馬 沒錯 整個馬場裡 總共有多少隻馬 有三十隻 總共三十隻馬 有沒有說最厲害最厲害的馬 是哪一隻 這隻 就是這隻 對 對 去看看 來…看看 好 好漂亮 這隻馬 比剛才進來見到的 門口那隻更高大一點 樣子更英俊 他是不是 他又拿過冠軍了 拿過七次冠軍 七次冠軍 好厲害 難怪住的地方都高級一點 你比賽的時候 哪一隻馬是屬於你專用的 這隻 也是這隻 對 對 兜個圈說自己拿過七次冠軍 是多厲害的… 難得我們來到 而且又有… 大師級的指導應該… 應該很快上手 今天不會騎馬 對了 玩些更有特色的 更有特色的 對 不騎馬是我比馬騎 今天很厲害 我猜你沒玩過 對 一會兒要用香蕉船來鬥快 對 你說香蕉船 你… 用香蕉船嗎 我現在想到的香蕉船 就是我們通常在墾丁 只要去到海邊一定會玩到 對吧 今天有甚麼好鬥 到底是甚麼 這個馬場的馬是專用來比賽的 平時除了照顧那些馬之外 還要安排特定的訓練 但談完一輪之後 竟然是要跟我用香蕉船比賽 真是吵架 不是帶我去玩香蕉船嗎 要先去砍樹 砍香蕉船 沒錯 因為要做香蕉船 所以你的香蕉船是真的香蕉樹嗎 用香蕉樹做的 不是我們在海邊見到那種 充氣的香蕉船 真的用香蕉 香蕉樹 大家一定有吃過香蕉 但就不一定有見過香蕉樹 它就是這樣 這棵就是香蕉樹 重點是 他們用這棵做船 做出來應該有點像觸佛的感覺 是不是很像觸佛一樣 好像觸佛一樣 原來這裡的香蕉船 不是充氣的那種 大哥說一定要用香蕉樹來做 其實也有他的道理 看看香蕉樹的切片 一個個大小不一樣的洞 是可以增加在水上的浮力 好 好 我們現在總共有 三隻真正的香蕉船 別看它這樣好像小小的 超重的 超重 因為畢竟每一條都是實心的香蕉樹 四個大男人 才搬得動這隻這樣的船 這種正宗的香蕉船 是他們小時候必做的活動 比賽的規則很簡單 誰到終點就算贏 全程大概只有兩百米 絕對難倒我 不容易 我覺得自己太重了 方向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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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酷 那個弟弟有猶到的嗎 他直接飄著 不要想罵她 怎麼搞錯 可能因為因為他輕而易浮 Ze esque 我覺得自己也行 看一下後面那個大哥 他不是騎馬鍋手嗎 他騎人幣不是香蕉船 看到嗎?我聽到牠在這裡發出喘氣的聲音 我也不忍心轉頭看牠的慘況 這樣趴在這裡其實很難撞得快 而且水的阻力真的很大 先休息一下, 超累, 頸也很累 因為頭腰一直這樣押高 我就到了, 就到了 看明到了 我聽到你的喘氣的聲音太可笑了 到了第二名, 很累 沒想像中, 這麼輕鬆 為甚麼你這麼輕鬆 平時更快 平時比較, 所以你剛才不用點蛙 飄著牠可以, 你沒事吧 我覺得… 沒問題 我覺得牠快不行了 然後牠就這樣拜拜 車車到這樣 是不是很累 超累 以後只是騎馬就好了 騎馬會好一點 牠… 牠離我越來越遠 但聽到牠的喘氣聲就越來越大 很奇怪 越來越遠, 聲音越來越大 這種香蕉船比較像玩遊戲的感覺 因為牠可能現在不是風水旗 和水流都不太急 你們這裡有這麼多種各式各樣的比賽 可否再推薦一個你覺得比較刺激一點 好玩一點 我認識一個冠軍, 很厲害 可以找牠 我為冠軍? 對 你七次冠軍都這樣 說笑而已… 千萬不要生氣 好了, 香蕉船就當是熱身賽了 接下來, 真是全村的冠軍了 聽說, 牠還保持最佳的比賽紀錄 到現在都沒人破賭 就讓我過去揮一揮牠吧 冠軍 叫我來找冠軍, 已經安排好了 直接去家裡就行了 我現在覺得, 這個地區有很多很多冠軍 到底這個冠軍是屬於哪類型的冠軍 我不知道, 總之一會兒見到牠 就會知道到底是認真事 還是開玩笑的, 好不好, 來 這裡…是家裡, 什麼感覺就好似 公寮還是廢墟, 還有某 好, 這邊是家裡, 這邊才是 來… 你好 你好 我想找一個冠軍先生, Mr. Champion 冠軍先生 他應該進去, 幫我叫那位冠軍先生出來 怎麼樣 等一下 幹什麼 我…我找冠軍先生而已 為什麼他要在我旁邊穿衣服呢 請問冠軍先生在這裡嗎 我是 你…你…你是冠軍嗎 為什麼我覺得好像在玩我似的 有獎盃 看得不太清楚, 寫著什麼 什麼… 我只看到16001600 這是你的獎盃嗎 是我贏了一個比賽獲得的 這件衣服為什麼要特地拿來穿 是比賽的制服來的 比賽專用的制服, 這樣有點像 感覺上這個應該是一個很正式的比賽 因為通常正式比賽 例如籃球、棒球一定要穿制服 對服之類的 那這個比賽… 這個冠軍到底是… 一個怎樣的比賽, 怎樣的冠軍 菜鴨 菜鴨 鴨嗎 是 比賽, 比賽, 比賽鴨 扔牠出去, 牠會飛得很快 因為終點到, 放了一個有鴨的龍 飛到最遠的就贏 厲害, 各位觀眾 你一定有吃過鴨肉 也有見過鴨行路 但一定沒看過鴨界的奧運 我們就一起看看 這位擁有30年賽鴨經驗的冠軍先生 怎麼樣, 怎樣賽鴨 我真的不太相信 牠現在, 龍在那邊 然後一直向前走 我真心覺得 800米, 真是傳說來 1600米, 簡直是神話 鴨界的神話 如果牠一直飛到那個龍裡 我真的會… 我真的會敗 我會敗牠, 跪下敗牠 太…太厲害了 從來沒想過 你有沒有想過鴨可以這樣斗 沒有, 當然沒有 從來沒想過 這個距離…我看… 站開一點 100…100米左右, 差不多 差不多100米左右 來得了嗎? 好嗎?你們準備好就來吧 鴨哥… 準備好了, 數三聲就開始 好嗎?來吧 1、2、3… 那隻飛走了 在這裡 厲害 飛了 是小鳥嗎? 有一隻鴨飛到二、三樓那麼高 我從來沒看過鴨會這樣飛 那些鴨最多就是跳起的 小鳥姐, 稍微好像幾級樓梯的高度 大概到腰這個位置 椅子桌子的高度也有可能 剛才是整隻飛, 飛到二、三樓 飛鴨…小飛鴨… 想不到鴨真的會懂得飛 這類的菜鴨活動 在當地算是最受歡迎的賽事 你用鴨喜歡回巢群聚的特性 只要向著天氣一扔 就自然會一直飛回家 而且一般的鴨是不能拿來比賽 必須要是天生的練武奇才 這隻… 其實這隻鴨看起來… 跟我們平時見的鴨… 應該是一模一樣的 這隻跟一般的鴨有甚麼不同 分別在對翼度 不是有幾層的 而且還會有大、有小 那怎麼看 最邊邊, 最小的那塊 在下面就不好, 要長在上面的鴨 即是, 最邊邊的這一塊… 這塊翼仔, 如果是長在下面的 不好, 長在上面的, 像這樣 這個就代表是好的 還有看甚麼 模式, 看上去要明亮的 模式要明亮 光澤, 看上去的毛是… 漂亮的, 很柔順的 有光澤感, 亮麗的 還有呢 這東西要下足眼力看 腳道一定要有輪 腳要有輪嗎 我們多數只知道鴨腳會有撲 摸下去呢 怎麼說好呢 平時我是不會摸的 不會特別留意鴨的腳 摸下去是甚麼感覺 現在覺得像是…雞腳 即是摸著生的雞腳的那種感覺 差不多了 晚上後期的時候我會… 整晚幫牠…搓屁股 真的嗎? 說整晚啊 即是多久? 兩個小時左右 兩個小時左右 兩個小時左右替牠搓屁股 就這樣搓足了兩個小時嗎? 沒錯 為甚麼呢? 還有甚麼用意呢? 讓牠…暢通無阻 好, 即是想牠排好多餘食物出來 減肥地… 幫牠瘦身嗎? 對 那隻鴨的體重不就比牠輕一點嗎? 重量會輕一點, 就可以飛得遠一點 不僅平時要經常幫牠搓屁股瘦身 才可以飛得又高又軟 還要餵牠吃維他命 補健食品才會結結實實, 身體健康 簡直是自己的兒子一樣照顧 當然比賽是有技巧的 扔的姿勢要正確 才不會傷到寶貝鴨 先抓住這裡 那這隻手要怎樣? 怎樣開始扔? 要這樣 好, 看看 看看就是這樣 那不行, 拿來吧 輕輕地抓住牠的頸部 胸口這個位置 接著托著牠的大腿 大腿, 總之不要 不要碰到腳掌 那對了 不要碰到腳掌 像這樣 這樣, 見不見嗎? 不要碰到牠的腳掌 其實挺難的 好, 我第一次試試試 不要抓住牠那麼久, 來 好, 一、二、三 飛, 飛, 飛回去 不錯, 我第一次試扔 扔牠出去的時候 其實向後拉要再快一點 我剛才太過慢了 向後拉的時候, 牠已經開始動了 對翼開始動 牠知道自己要被人扔出去 所以應該是一、二… 一、二、三 很快這樣, 速度要再快一點 剛才那隻鵝不算飛得很高 但牠的持續性挺穩定 我這樣扔得對嗎? 扔的姿勢還是差了一點 向後那一刻再拉後一點 用力一點 我明白了 拉的那一刻就跟頭球一樣 拉得不夠, 拉後一點 可以再用多一點力, 拉得開一點 但因為我又…第一次扔 很怕弄傷了 不過我還可以… 在這裡, 一個男人可以不要撞 但一定要有一隻菜鴨 快點… 快點… 每天下午五點 就是這群鴨迷聚會的時間 名義上是訓練菜鴨 其實就是一個男人專屬的派對 一、二、三, 打 飛得很遠 厲害 飛得超遠 而且一直飛的 牠們沒有落地, 然後再起飛 牠們…看看扔的那個位置 應…應該有至少三百米 好, 一個這麼大的活動 當然有一個大頭人, 對嗎 我們稍後就訪問一下這位 今天…算是這個活動的鴨王 好嗎, 你今天帶了多少隻鴨來 我總共帶了六隻來 你們會多久這樣聚會一次 每天都有, 還是每個星期 其實我們每一天都會來練習 而每年的七月份就會舉行一次大比賽 七月份是大比賽 其他時間, 即是每天都在這裡有個鴨序 你們由開始到現在 歷史紀錄最長的… 鴨飛得最長的歷史紀錄 第一名是多少米 應該是一千六百米 即是追遠的距離是一千六百 所以, 今早的冠軍找人是Mr.Champion 他是一千六百米 而且還是歷史紀錄保持者 我真是大開眼界 這個鴨序不僅是普通玩客那麼簡單 每一季, 還會有跨穿越大型比賽 聽說最大的獎是一部電單車 難怪這群玩家對鴨這麼瘋狂 其實不只鴨要瘦身健康 聽說有一種養生的食材 往受村民歡迎 除了好吃之外 還可以鋼膽固醇 保證不會吃肥癮 到底是甚麼呢?一起去看看吧 今天跟著姐姐找飯吃 我們不是找飯吃 是找我們的…養生的食材 姐姐, 你們這裡… 就直接在籠地裡找, 是嗎? 就在那裡 不用害羞, 千萬不要害羞 真是不乖 很漂亮, 你們也很漂亮 在前面, 那邊有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 基本上都是這種梯田 一大幅梯田 其實我覺得挺有趣的是這種工具 是他們自己做的 這些是用…那種…叫甚麼呢? 麻…麻布袋那種料 撕開之後, 接著再綁起來 還有一個網 眨眼看是不是很像網球柄 在這一大片道田裡 到底會有甚麼養生食材 要用網球柄捉呢? 為甚麼我會有一種不祥預感呢? 有了嗎? 有了…有了嗎? 是呀… 這些…給你吧, 給你吧 真的呀 摺…摺… 摺… 摺? 這些…就這樣看, 那樣子像甚麼 像…黃…蟲 那樣子超像榨蟲 是榨蟲嗎? 不是榨蟲, 黃蟲, 蜻蜓幼蟲 蜻幼蟲的時候的樣子還不懂得飛 蜻幼蟲的時候是這樣的 有沒有見過蜻幼蟲 只見過會飛的蜻蜓 它這個樣子超像榨蟲 看看它的顏色, 和快田的顏色 是很像保護色 即是甚麼顏色, 其實很像… 放大看起來像是… 青…青蛙還是蛇的那種顏色 你們就是要找這些嗎? 是呀, 這些可以吃的 可以吃? 是呀, 還可以不用煮 就這樣生吃也沒問題 生吃也可以? 是呀, 可以的 試一下… 洗個才吃 洗一下 要洗一下它 還有… 我…我吃過這麼多種蟲 我從來沒吃過蜻蜓 榨蟲、黃蟲, 各式各種的蟲 洗了, 直接吃, 生吃 我餵你 等一下, 不如這樣吧 試一下 一人一隻 放進口就直接吃了 要找人陪 一起吃 快點一起吃 太好了, 太好了 你呢? 味道很甜的, 好吃的 好吃的 你們也是這樣吃的嗎? 真的就是這樣生吃的 快點吃吧, 很甜的 姐姐, 對我超好 最小的兩隻, 自己吃 留下一隻, 最大的給我 這隻是最大的 其他兩隻, 比她小很多 收集寶道, 有多做一樣 蟲, 炸蟲吃得多 蜻蜓竟然吃得 快點吃, 嘗嘗吧 對 好吃的 不准這麼麻煩 快點吃掉 好, 我吃… 我吃… 我…吃 很誇張的 我吃, 青蛇 這樣… 是否好吃呢 好吃呢 嘴感怎麼樣 嘴感怎麼樣 是不是沒有介紹錯呢 嘴感怎麼樣 好吃嗎 好吃嗎 吃了 怎麼說呢 一口咬, 馬上就感受到口感 然後再咬一咬一咬, 其實不會吃到 算是甚麼味道 好像我們吃的那些魚肝仔 不是曬得很乾的 醃漬過的魚肝仔 即是它… 有一點點, 還有一點點濕潤的時候 那種魚肝的味道不鹹 想不到蜻蜓幼蟲 都可以變身補健食品 這裡的農田因為沒有用化學農藥 只要輕輕在水田裡一鬧 窄窄跳的新鮮幼蟲 就會搜到拿來 在這裡, 無論男女老少 全部都喜歡吃的 乾杯 加油 好, 收集完一大桶蜻蜓幼蟲之後 竟然還可以用紅蔥頭、蒜頭、香茅 辣椒等香料混在一起炒 最後加上香濃的椰絲和適量的水 等湯汁收乾 因為薑黃、咖喱味道很濃 所以不會吃到有甚麼異味 聞起來不會覺得有點怪怪的 如果不看的話 不會知道 黑黑的兩顆眼睛原來是蟲 實際上蟲的形狀 還是非常清楚 剛才生吃就有魚乾仔味 我現在就要嘗試吃煮過之後 單吃它是甚麼味道 我現在就要嘗試吃煮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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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才拿去煮, 可能滾湯 吃的時候會有脆脆的感覺 很辣 很辣 它的辣椒 有空嗎?去倒杯水來吧 已經 等一會, 我拿杯水給你 辣到我 除了咖喱味道很香 我覺得鹽可以再加一點 但是還是辣椒味 平時也是吃這麼辣的嗎 一般都是煮這個辣椒 對… 要命 我也怕你們不習慣 謝謝… 其實剛才煮的時候 我已經加了很多辣椒 加少了嗎? 平時很多的 辣椒粥粥是你現在的幾倍 幾倍? 不行了, 辣得… 噴火了 真是噴火的 小朋友也吃得這麼辣? 吃得 小朋友也頂得順 真的嗎? 吃得多一口嗎?夠辣嗎?好吃嗎? 辣不辣嗎?辣嗎?覺得辣嗎? 不辣不辣 辣不辣嗎? 不辣了吧?平時也有吃的 不辣嗎?是不是真的? 來… 辣辣啊… 你的眼淚就快流出來了 還說不辣? 演技有待磨練一下 食蟲的文化 不僅是東南亞鄉間的傳統 現在連歐美都開始流行起來 因為昆蟲擁有豐富的蛋白質 以及極少量的脂肪 吃了有益健康的 各式各養動物的競賽中 很刺激的 例如說菜馬、菜狗 還有我有去拍過的菜駱駝 菜駱駝,說真的嗎? 在特地西有菜駱駝的 這三種其實算是… 尤其是菜馬和菜狗 我們聽不少了,都知道是什麼 但是現在來到印尼這個地區 厲害了 不要看它好像很純樸一樣 好像沒什麼只得稻田 只得牛,厲害的就是… 它是全印尼其中一種比賽的發源地 這個活動叫做菜牛 沒錯,就在柏亞恐怖這個地方 最盛大的賽事就是菜牛 很多攝影玩家無懼千里之遠 就是為了一島菜牛的盛況 我們馬上探訪選手村 看看要怎樣應牛 才有資格做菜牛 好,看見了 近來看,進來看之後 感覺真的很大隻 而且很強壯 很強壯,可以看到它的模式 非常漂亮 拿旁邊的那隻跟它相比的話 就差得遠了 那隻真的小很多 這隻是挺大隻的 而且,牠是狼狼的 我以為是狼狼,所以這隻… 我想問菜牛不用分狼狼的,是嗎 這裡的菜牛都是用武牛 狼狼狼不行嗎 這裡的特色,狼狼不行 原來只准武牛參賽 這跟我們一般想像的感覺 好像不太一樣 一般狼狼的那個好勝心感覺比較強 還有要跑,要揹之類的 感覺好像狼狼比較 是比賽選手,但這裡只准用武牛 剛才說你們的牛特別經過挑選 是…怎麼挑選 怎麼看牠能否做到菜牛 要選一隻好的菜牛 最重要是牠的耳毛 要夠長和夠密 接著就是這個鑽 越靠近上面的就越好 另外就是指甲不能太長 符合這些條件的就是最好的 指甲的長短我也明白 就像我們養貓、養狗都會幫牠剪指甲 因為指甲太長,會很容易弄到牠自己 如果是天然的指甲,會夠厚身 好像我們會看腳指甲 手指甲漂亮不漂亮,乾不乾淨 代表你的身體健不健康 但是耳毛和這個鑽 刷在下面一點和上面一點都要看 這個是代表牠身體健康的狀況,對不對 對,這個鑽生得越高越好 代表牠的身體很好 很特別 原來菜牛牠們簡直不只要這隻牛 夠強壯的 重點是這些小細節都需要注意 尤其是這個鑽 如果在身上生得越多這個鑽 對牠來說是越好 除了鑽、耳毛、指甲、牛的下巴 不可以是雙下巴才有資格做菜牛 很有趣吧 另外除了整天要幫牠按摩之外 菜牛吃的治療都不可以隨便 一定要特別準備 這些是專門給牠們吃的,對吧 這些叫大象草 大象草嗎 這些叫大象草 看看,一折一折 這樣一折 可不覺得像粥 有點像粥,對吧 其實挺硬的 這樣試開,看不看 挺硬的,真的很像粥 一小折一小折 還有,遠看好似什麼 好像蔥 大棵的蔥 因為大象草的位置有種類似 如果牛吃了的話 牠的身體會很癢 牠覺得癢,就會跑得快一點 搞錯 我以為這種草有什麼附含什麼特別的 什麼激素或吃了牛會比較健壯 誰知吃了只會令牠覺得很癢 就是這樣,想跑得快一點 怎麼會的,直接對給牠 要先切開牠 原來要切開,對不起 牠已經咬住了 等一會 好,等一會 大象草的刺間接引發了牛的野性 令牠們有奔跑的慾望 至於蔥牛是怎麼猜 跟牠們一起出去實際體驗一下 就知道了 大哥 是 你套了什麼東西在牛上 蔥牛用的工具 看看這個 套了在牛頭上 後面是竹 這個 我已經說了 我們不是來做事的 這個好像別人耕田用的工具 來,其實是這樣的 怎麼樣 小心 好 這樣嗎 是 那要是訓練嗎 現在到底,訓練什麼 一放開繩子 那隻牛會跑 你要跟著跑 不是站在上面嗎 不是站著跑 不是站著 是你要跟著 跟著那隻牛跑 要跟著牠跑 沒錯 還要在充滿泥的道田裡跑 你是不是在這裡玩我 你現在這樣 真是玩我 不是站著 跟著那隻牛跑 剛才他明明說 拉著那隻牛跑 一邊跟著牠跑 而且還要拿著這個 捉住的東西 隨時會散開繩子 那隻牛拉我就跟著牠跑 對呀,跌倒就當輸了 跌倒就當輸了 那跑法一定會跌的 好難考 厲害就不會 我是不會跌的 即是 究竟的話 基本上是不會跌的 這樣… 不是這樣吧 原來菜牛是隻牛拉著人向前衝 看看哪個的速度最快 過程中還不能跌倒 這個方式怎麼這麼像滑水一樣 不過在充滿泥的道田裡要怎麼跑呢 看來我還是跌倒了 他會拉著你 只要不放手 就一定會被牠拉著走 如果你跌倒了 就會被牠拖著走 知道什麼叫磨地板嗎 等一會兒就看到了 這次很可憐 嘩嘩嘩 嘩嘩 嘩嘩 很危險 那是正常的嗎 是不是正常的 牠剛才差不多 知道嗎 牠只在你旁邊一個身位的距離 超近 大哥 這隻牛剛才這樣發電是正常的 脾氣的東西都會有 這樣…很正常 你的 沒問題 你的… 你的運動員 這樣是正常的嗎 正常的 放心吧 很必 那牠… 救命呀 我想回家了 傻的 發點東西牛也算正常 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待會兒菜牛變成兜牛 記得叫小朋友去睡覺吧 多少人在看我出醜 你好 你好 你這張感覺很好 好 你的頭 等下跌下你就知道了 你就會看到一大堆人在笑你 跟他教你這樣做就行了 正經一點 是否很害怕 牛都已經在發瘋了 好像我這隻目前是最乖的 最安全的 那直接可以開始了是嗎 你叫開始就開始 他就會放 很大壓力 來吧 來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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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繼續跑… 不要停 加油 繼續跑… 加油… 很累的 加油… 快點 這個速度好像慢了一點 現在是菜牛, 不是同牛山步 我知道, 這次是讓我試跑一下 看死我, 直接加速吧 我還沒怕過 我現在覺得很緊張 他們說速度很快, 到底有多快呢 因為剛才是有人控制著那隻牛 所以不是這麼快 不過也跑得差不多死了 好, 準備隨時開始 來吧, 去 快點… 快點… 快點, 加油, 加油, 加油 快點, 加油, 加油 我沒有掉下 我的眼睛進了泥水 很快, 快不快 快 我 地庫快掉了 不要緊, 因為, 要水 我剛才只想著, 不可以掉下 好痛啊 看看, 手怎麼樣 紅了 速度 你怎麼看呢, 我覺得比試跑快很多 快很多 真的, 對吧 而且, 我只想著要這樣 然後我看, 大哥還跑過來 要這隻牛加速 對 因為, 好像只有我那隻是最慢的 選這隻冠軍真是沒有錯 他會保護我 我以為他會玩我 救命啊 這隻牛衝刺的速度實在太快了 我覺得自己整個飛起那麼快 據說, 真正比賽的時候 速度會更加快 而且, 我們真是很幸運 每天就會舉行 每三個月一次的正式比賽 終於來到比賽這一天了 我告訴你們, 勝負空前 剛才這條路 我們來的時候, 還沒有那麼多人 這段時間突然人車超多 來…這些應該就是 我們今天的一班選手 選手, 沒錯 大概跟我們去試跑 去訓練的時候, 野牛差不多 山底阿姆一樣 很多人都在這裡吃草休息 好, 來, 這邊… 他現在在製作中 這個…菜牛用的那樣工具 現場製作, 很帥氣 給我的感覺就好像… 比賽之前… 即是正式比賽之前 選手休息區 選手擲什麼崩帶 準備一些可能拳套 或者在這裡熱身 類似這種感覺 集結了附近七大村 為了爭取最大的榮譽 每條村都派出最強的精英參賽 無論是參賽的牛 看比賽的人都是歷言之罪 這個時候, 他們已經不是溫馨的牛了 一股向前衝擊的慾望 隨時要爆發出來 請大家準備好 比賽即將開始 冠軍很快就會誕生 快要開始比賽了 可以看到那隻牛 其實不是那麼受控制 一般好像賽馬賽狗 因為設有賽道 比較是… 受過訓練比較有規矩 我們不是會經常說 別人這麼牛皮氣, 對吧 這隻, 尤其現在這隻 牠很不聽話 這輪比賽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 有七隻 可以看到這裡插了一支紅旗 作為紅線 這樣一條線 就等於起跑 起跑線 好…好可怕 牠會不會衝上來的 好, 現在準備要開始了 真的很奇怪 看每隻牛 都不是同一條水平線 有些頭向這邊 有些頭向那邊 怎麼跑呢 聽人家說 這隻可能不肯跑 這隻不肯跑嗎 那隻就開始了 很突然 撞在一起了… 黃絲哥跌倒了 真的 不覺得開始得很突然嗎 就這樣突然就開始了 我還以為會有吹雞 或者有一下什麼… 什麼…槍聲 沒有 突然就開始跑 還有剛才那隻一直不肯跑 突然之間轉頭又開始跑 我所有的疑慮 一聲就沒有了 本來頭向這邊 一轉頭就… 向那邊跑 這裡的比賽是分級制的 分別有初級、中級、高級的比賽 採用淘汰制 最後一場的決賽 將由三個等級的冠軍一起競爭 速度最快的 獲得的獎品就是… 一隻羊 在這邊 還有一旦 都封士 有 加了 充士 加了 人 超級 的 超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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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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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排很難分到先後 況且我們在這個位置看不夠清楚 裁判會看到很快知道結果 裁判會判斷 他真是超快 他多了一個轉身 才開始起跑 他還後來居上 中間他曾經是最前 不過距離太遠 我們看不清楚 判斷不了 我覺得他應該是第一名 很快 就在柏亞恐怖這個地方 看似平凡 但驚喜不斷 為了慶祝豐收 當地人會在收割完的水田 舉辦菜牛大賽 據說被牛跑完一到田 之後就會大風收 這麼特別的慶典 一生人一定要參與一次 保證一輩子難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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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